我是傑西 歡迎大家跟傑西收看 6月13日的英文新聞 首先我們要看到的是一個 嚴重的塑膠的問題的新聞 這邊的主詞是塑膠的品項 塑膠的東西的意思 item就是品項物件 怎麼樣的塑膠品項呢 from take away food take away就是外帶 外帶的take away take out 都可以都會有人用 外帶的食物跟飲料 domine 的話 他本來就是主導的意思 這邊指的是佔據了 他佔據了大部分的 什麼litter 就是垃圾 我們有時候在那個瓶子上面 會看到don't litter 不要隨地亂丟垃圾 litter 一般尤其指的是 在工廠所亂丟的那種小東西 小垃圾 所以在海洋的 全世界的海洋 這些東西呢佔據了大部分的垃圾 根據呢最全面的 comprehensive 就是最全面的最完整的研究 to date 就是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研究就是 都是這些外帶的食物 外帶的飲料 所包裝的那些垃圾 佔據了最大部分的海洋垃圾 Single-use bags, plastic bottles, food containers and food wrappers are the foremost widespread items polluting the seas making up almost half of the human-made waste the researchers found Single-use 單次使用的袋子 就是我們一般弄塑膠袋 Plastic bottles 塑膠的瓶子 飲料瓶,你去便利商店買的飲料那些的 for containers 你去超商看一下就知道食物的 container 就是 container 叫什麼呢 就包裝的東西 容器,container 叫容器 食物的容器 還有食物的包裝紙 然後這走一趟超市 你就可以看到大概有多少都是塑膠的 好,這是四種最常見的 最廣泛使用的wide spread items 好,那這樣的東西是怎麼樣 這個主詞其實就是這四種東西 好,到2前面是主詞 動詞當然就是2 那這邊是主詞服務 也就是這四種廣泛的東西 什麼樣的東西呢 這裡是一個分詞片語 polluting 修飾這個items 好,污染的海洋 好,那這些東西又是一個片語 又是一個分詞修飾這個東西 組織成的 好,makeup 這邊是組成的意思 組成了一半的人類所製造的垃圾 好,研究者發現 就是這四樣東西就造了人類 是佔了人類所製造的垃圾的四分之一 just 10 plastic products also including plastic discs and fishing gear accounted for 3 quarters of the litter due to their widespread use and extremely slow degradation degradation 好,只有十種塑膠的東西 好,包含了塑膠蓋子 就飲料上面那個蓋子啊那種的 還有釣魚 好,我們台灣比較釣魚的人口 可能比較少 釣魚的一些用具 可能都會用塑膠的 gear 就是一個用具的意思 好,account to 跟 make up 一樣 都是佔了什麼什麼部分 佔了四分之三的垃圾 好, due to 就是原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廣泛的使用 跟很慢的才會被分解 degradation 就是分解的意思 好,所以英文其實中文也是啊 你要講佔了什麼什麼多少的部分對不對 這邊是 making up 這邊他就用 account for 好,那這裡的話呢 這邊他是當動詞使用 這邊也是當動詞啊 但是這邊是修飾他 這邊是當動詞 他要用過去式這樣子 好,那我們很快地再把 這篇看過一次有點長 plastic items from take away food and drink dominate the litter in the world's oceans according to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tudy to date single-use bags, plastic bottles, food containers, and food wrappers are the four most widespread items polluting the sea, making up almost half of the human-made waste the researchers found just 10 plastic products also including plastic leaves and fishing gear accounted for three quarters of the litter due to their widespread use and extremely slow degradation 好,第一個, take away 這個位可以指的是外貸餐館 也可以指的是外貸食物 第二個, dominate dominant,統治或者是佔什麼什麼的地位 第三個,litter litter 就是剛剛講的公共場所的小垃圾 第四個,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全面的、完整的 第五個,container 名詞容器 第六個,wrapper 名詞包裝的材料 第七個,whitespread whitespread 形容時普遍的 spread 就是散播的意思 散播的很廣,就是很普遍 第八個,make up 片語構成 第九個,account for 片語占了什麼什麼多少的部分 這樣子 第四個,degradation 名詞自然分解的意思 好,那是第一個新聞 第二個的話,我們要看到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iPhone iPhone在台灣的使用者也是很廣泛的 你沒有用iPhone,你用的是Android的手機的話 還是一樣可以看一下 Binding a coffee and grabbing a train it's already possible with an iPhone 對不起 but Apple wants to replace the physical wallet completely 好,買咖啡跟 grab 一般指的是抓東西的那個抓 夺取抓的意思 那這邊grabbing a train 當然就是搭火車 好,但是不是去抓火車 是搭火車 好,已經是有可能 就是用iPhone就可以買咖啡啊 坐火車啊 對,解析就是這樣子 好,沒有 我沒有用iPhone 我用的是悠遊卡 好,那有的人我相信一定是買咖啡跟搭火車的時候 就可以用手機、淹煙手機有優卡控的 就可以這樣子用了對不對 好,這邊要讓跟大家看的就是這個 Binding a coffee or grabbing a train 在解析以前在學的時候 這是一件事情 這是一件事情 合起來兩件事情是用R對不對 可是這邊的話 它似乎是把這個全部當作一件事情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都是動名詞 它用的還是椅子 它的動詞還是椅子 整個把它當作一件事情來看 好,那你可以用iPhone做這些事情 但是蘋果想要呢?怎麼樣呢? replace 就是取代 好,the physical Physical 我們之前講過有身體的 這邊指的是實體的 好,實體的錢包 Wallet是錢包 Completely 是完完全全的 它想要用手機來完全代替錢包 就是現在疫情期間 出門也是鑰匙跟手機而已 因為手機很方便啊 到了全點就實名字 那付錢的時候也是手機付錢就好了 錢包都可以不用帶 對,然後它要做得更徹底 因為你皮包裡面常常 還會放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的身份證 好,to that end earlier this week Apple announced a new feature to that users scan their driver's licenses and send it to their iPhones to use as a legitimate form of identification 好,對不起我念得很不好的原因之一 是因為我頭又在痛了 好像有點中暑的樣子 待在家裡還會中暑,真是的 好,to that end 就是為了要達到這樣的目的的意思 好,在蘋果在這個禮拜的早點的時候 宣布了一件事情 Announce 是你的動詞 好,一個新的feature的話是特色 這邊指的是它的新功能 好,要做什麼事情呢? 讓它的使用者可以scan 就是掃描 掃描什麼東西呢? 你的售詞是他們的駕照 Driver's License 然後把它儲存到iPhone裡面去 就可以用來當這個legitimate 指的就是合法的 好,縫是形態 合法的形態的什麼呢? Identification 身份證明這樣的意思 好,身份證就ID Identification 我們講ID card ID就是這個ID 好,在台灣目前還沒有聽到 不過看到新聞下面有講說 蘋果在跟好幾個州 就是他們 因為美國是一州一州這樣子 所以要跟好幾個州在商量這件事情 好像要把駕照掃描進去 我覺得他們應該還需要 什麼樣的認證方式吧? 不然你光掃描進去 那我可以隨便掃描別人的駕照 身份證來充當別人啊 好,那後面也有提到 這個當然是方便性提高的 但是風險性也增高了 因為你的身份證件 就在你的手機裡面 那你要去付款給別的商家的時候 別的商家的電腦 是有辦法能接觸到 你手機裡面其他的東西呢? 這就蠻值得深思的 還有隱私權的問題 好,我們再把這邊看位置 Bying a coffee and grabbing a train is already possible with an iPhone But Apple wants to replace the physical wallet completely to that end, earlier this week Apple announced a new feature to that user scan their driver's license and set it to their iPhones to use as a legitimate form of identification 好,第一個 replace replace 動詞取代 第二個 physical physical 形容詞 實體的 好,第三個 completely completely 複齒 完完全全的 第四個 to that end 它是一個片語 就表示為了做某一件事情的目的 第一個 feature feature 這個字可以當名詞 也可以當動詞 很常見 好多一點你一定要記住 好,特色 第六個 legitimate legitimate 指的是合法的 震盪的 它是一個形容詞 第七個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名詞 身份的證明 好,在是一個比較感傷的新聞 就是很多小孩子變成孤兒了 As many as 30,071 children in India were impact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been abandoned, opened or lost a parent statistics by the country's top trial rights body show 好,as many as 這邊指的是多達 30,071個小孩子 它的數字真精確 好,在印度 這個小孩子是你的作詞 we're impacted 好,這邊是一個被動 就是被受到影響了 被什麼東西受到影響呢 被新冠肺炎的疫情 好,這些小孩子當中包括了 those 指的是那些人 哪些人後面是一個形容詞詞句 who have been abandoned 就是現在完成被動 被拋棄的 你說為什麼會拋棄小孩子 因為爸媽都沒錢吃飯的啊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拋棄小孩子吧 可能亂猜的不知道 應該有他們的原因 ofened 變成孤兒的 爸媽因為新冠肺炎死掉了 或者是呢 lost a parent parent 這個字在英文的話 就是父母 可以當是爸爸 也可以當媽媽 比方說單親家庭 single parent family這樣子 所以 喪失掉一個爸爸或一個媽媽 那這邊的話呢 這裡的話是現在完成被動 那這個 oh 這邊是who lost 這樣子看 好,所以這邊沒有現在完成被動 這邊只有過去式 好,那這個統計數字是 就是該國當然就是印度的最主要的兒童權利的 body這邊的話 指的是團體 body一般我們最常講到的就是身體對不對 那它當然還有就是屍體也是這個字 好,那這邊指的是團體顯示 as many as 30,071 children in India were impact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been abandoned, opened or lost a parent statistic by the country's top child's rise body show 好,動詞是一個impact impact 動詞 影響 第二個,abandon abandon 動詞 拋棄 第三個offen 動詞 始變成乎兒 其實這個字在英文我們等一下也會看到一樣的 就是很多名詞它都會拿它當動詞用 尤其在比較正式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靠,節省字吧 第四個statistic statistic 名詞統計 第五個body body這邊指的是名詞是團體 好,最後一個新聞了 就是喬拜登送了Boris Johnson 一個禮物 什麼禮物呢? G7 summit Joe Biden gives Boris Johnson custom made bike 好,剛剛講了禮物這個字一般是名詞對不對? 這邊打動詞用 然後拜登送給了 Boris Johnson 一個禮物 什麼樣的禮物呢? 客製的 腳踏車 custom made 就是指客製的意思 US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given UK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a hand-filled bicycle at their first meeting at G7 leaders in South-West England 好,英國總統喬拜登 主持動詞 給誰呢? 你的售詞就是英國的首相 好,到底是江生 給他什麼東西呢? 你的第二個售詞 你的直接售詞就是手工製作的 Hand-built 也是手工製作的腳踏車 在他們第一次的會面 好,在什麼時候呢? 在他們第一次的會面 彼此是G7的領袖 好,在英格蘭的東南部 就是我們上次有講到的Cornwell Corn,Corn,Corn 叫什麼呢? 好,不管 就是西南那個地方 康什麼? 康奈爾郡 It was made by a small Philadelphia friend that was given just a few days to build a red, white and blue bike that normally takes months to construct 好,這個It was made 被製作 被誰製作呢? 一家費城Philadelphia的小公司Firm 好,什麼樣的公司呢? 那這邊是一個行動詞子具 這個公司被給了只有幾天 去做一台紅色、白色跟藍色的腳踏車 好,這個腳踏車後面就有一個行動詞子具 這個腳踏車通常是要花數月來製作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腳踏車 就是這一台 其實覺得好醜 對不起 好,可能它很實用吧 這有看到英國國旗在上面嗎? 然後還有跟這個 Helmet Helmet就是安全帽 安全帽上面有英國跟美國的國旗 好,這裡面新聞有講到這台腳踏車呢 只要1500美金 大概4萬多塊而已 就腳踏車來講其實算很便宜耶 潔西去瑞士的時候 瑞士的朋友就 在跟潔西聊天就是他們瑞士人就很重視腳踏車 有時候一台腳踏車的錢可以是上百萬的 有可能就會比一台汽車還貴 七、八十萬甚至上百萬都有 那這邊的話就是這台車呢 這1500 它只有三分之一的價格 這家公司 這家小公司呢好像是還蠻有名的 手做的東西都要花好幾個月才會做 那這次破例花了幾天就幫他們做 而且它預算只有1500 人家三萬多位 他們家的東西最少就是10萬塊以上的 所以還特別打折 因為是政府做的這樣子 好,其實看這新聞覺得有一點好笑 好,政府做的不是 政府做的還要給你打折 就出個名聲這樣子吧 好,我告訴你 G7 summit Joe Biden gives Boris Johnson a custom-made bik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has given UK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a hand-built bicycle at their first meeting as G7 leaders in southwest England It was made by a small Philadelphia firm that was given just a few days to build a red, white, and blue bike that normally takes months to construct 好,這邊只有兩個單字 第一個,custom-made custom-made 形容詞訂做的 這個字可以記一下 好 第二個,construct construct 動詞建造 好的,非常感謝大家寶貴的時間 跟解析看完今天的新聞 對不起,今天表現有點差 因為真的頭痛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Bye bye 大家保重